昨天又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检方查到 木可汇了一笔钱 400万给柯文哲 然后名义叫做授权费 对 不是啊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是柯文哲的肖像权 我拥有 那有一个禁总 民众党的禁总 因为这个禁总是帮我选举 那我的肖像就给禁总 是啊 不用钱 那为什么要给木可 对 我其实对这400万 我昨天很仔细的研究了 就是今天柯文哲 他要选总统 他要找一家公司 来做他的相关的商品 所以他把他的脸 跟他周边商品的 这个所谓的授权 给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就花了400万 跟他买断他的授权 然后我的竞选总部成立了 募到款以后 然后跟柯文哲说 我们要做小 不用做 跟木可买 然后木可说 好啊可以啊 1300万给我 因为你们主席的脸 已经被我买走了 所以你要跟我买 各位这样 有没有很乱 有没有很乱 我告诉大家 何必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你这样子 才可以把小草的钱 转到木可里面 木可里面他不讲过吗 木可是谁说的算 柯文哲说的算吗 因为他要这样子转来转去 然后转到自己身上 所以他才会有你的衣服 这无旁贷 才会无房贷 柯文哲没有房贷 柯文哲没有房贷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真的很厉害 木可花了400万 跟柯文哲买他的肖像权 然后呢 我要选总统 我的竞选总部 募到了款 再跟木可买肖像权 好扯哦 哪有这样干的 然后木可的就是我的 然后我的还是我的 对 对就是柯文哲 怎么做得出来 这真的我怎么做得出来 禁总是在帮我选总统 然后我的肖像权要转一个弯 对 就是像如果今天时期要出国 要去拍一张证照 要办护照 然后你就把你的肖像权 先跟照相馆讲 这是我的肖像权 所以照相馆5万块跟你买 可能5万块不只要500万 跟你买 他就可以放在橱窗 等到你要出国的时候 我再跟你买照片的 有这种三八的人 什么鬼啊 这就是柯文哲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因为他想把属于公共财 属于政治现金的钱 变成他可以支配的钱 他要这样做嘛 那还有 其实这只是400万 这400万严格说起来 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喜欢卖肖像而已嘛 他就喜欢卖 可是有几笔钱 大家查出来 其实蛮可怕的 这只是400万一个个人的户头 那吴宜轩就讲了嘛 这很合理啊 因为主席长得帅啊 所以牧口公司要跟他买肖像权啊 我们就一合约啊 我们就一合约啊 然后我们要选举 我们再跟牧口公司买 这很合理啊 这就像水电公司要带一个板手 他不是去干架的 他是要去修水电的 很正常嘛 很正常啊 吴宜轩才刚刚这样讲了 今天陈志涵怎么讲 陈志涵说 这400万我们会捐作公益 这400万是陈志涵的 还是柯文哲的 不是 没错 干嘛捐出 对 不是没错吗 不是一合约吗 捐怎么捐 可能下午又改成信托了 也不一定 对 这随时可以改的啦 然后这一点才觉得奇怪 就是我们一直在想 到底柯文哲的民众党 这个民众党是要做政治的 要服国立民的 还是要做生意的 看来是要做生意的 因为他的牧口公司成立以后 他还在党部 这是简报里面说的 所以要在牧口设党部 叫牧口党部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在牧口设一个党部 是不是叫牧口党部 据我所知 在私人盈利机关里面 设党部的只有共产党 共产党每一个企业里面都有党部 然后党部要互相监督 可是他的党部比共产党还要有经济价值 他的党部是要做分润的 就是我做的商品 虽然已经选举完了 选举完了竞选总部就不能够卖商品了 因为不选举了 那我就木可来卖 所以就是党赢事业 在那边遮遮掩掩 就是党赢事业 木可就直接跟地方就讲说 你们多少买一点 多买一点 我们就有钱了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盈利 这就是盈利 所以你看 民进党中央党部 与地方党部开会的时候 直接要求地方党部 要设立木可贩售据典 好好笑 那当然机器人就说 没有啦 只是要求给他摆个样品而已 不卖摆样品干嘛 如果不要卖的时候摆样品 摆那个干嘛 对啊 就是要卖啊 就是要卖啊 所以说民进党地方党就说 选举完以后 其实每一次的中央党部的会议 他们几乎每周都会都在推销 选完了还在推销 选完了还在卖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一个朋友不是卖 做了好多商品 摆在仓库里卖不完吗 你都不管人家 卖木可的 而且靖新闻得到了独家 就是2024年4月份的时候 内部会议的简报 2024年4月好像已经选完了吧 选完很久了 对不对 1月就选完了 大大大的写着 木可小物拓展地方计划 大方列出分润 要求木可行销分润 让其他地方党部有多的收入 这叫什么 这叫老鼠会吗 你要加入民众党对不对 先买一点木可的商品 而且那个分润的对象 到底是除了地方党部 还有没有其他人 是那当然地方党部有分润 那中央党部就有分润 中央党部的分润 那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我有够穷 所以你来救济 我就不会违反师傅的这个指示 就是这样啊 自己给自己啊 选举完了还在赚钱 所以很多律师就讲 政党整个选举结束以后 他不能有盈利的行为 这政党法24条清清楚楚 不可以有 否则就触犯了政党法 他就已经触犯了 这就已经触犯了 所以我才讲柯文哲下午的这个记者会 大家一直在讲说柯文哲本来要请假 其实这也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风声嘛 后来又说不请假 其实请假不是乱请的 我以前在部队当主官 小病来请假 第一个就是头痛请病假 第二个就是要结婚请婚假 第三个是妈妈改假 再请一次假 对不对 然后呢最容易请假 后来部队有女生了 就是生理痛请生理假 那还有什么假 对不对 病假 试假 婚假 上假 还有生理假 请问你请的是什么假 你根本是假的 你们有要请嘛 就是放出个风声 让大家来看看 他看看有没有可靠的人 要帮我扛 那很多基层的党员说 阿伯你不能请假 你不能请假 其实大家那不叫支持 是地方党部的党员 后来在基层党员意思说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是你不要跑 不是说希望你留下继续领导 不是你不要跑 你一跑的这些问题 我们捐的钱要找谁去厘清 所以不要会错意了 所以才会门口有人说 下台 下台那个不见得是路人 不见得是路人 因为我们都是路人 我们为什么不会去 对 那些叫你下台的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你的支持者 对 伤心的 叫你留下来的意思说 你不要跑请什么假 负责完以后再说 所以别误会了 不让你请假 是不要跑 了解 感谢这个 择无房贷的每个教训 我先讲一下他的心态是什么 当初一大笔钱进来 政治现金 然后柯文哲一定会问他的钱包说 这些钱能不能花 然后同时他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第一个 政治现金怎么花的问题 第二个 各个党部来要钱的问题 那两个人要做事 卫生招控 招水架 闻拳一大堆 啊 每个人都要问我 我一开始说 不然黄珊珊你决定啦 后来发现黄珊珊也没有办法决定 旁边十岁高卡针 尺小 妙小 腰风大 尺小很多 不知道怎么决定 所以他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一个是进来的钱怎么用 现在用 以后用 中央用 地方用 然后 还能不能用 钱怎么用的问题 这边是什么问题 这边是大家来要钱的问题 他为了把这两个问题一起解决 他有一天晚上就坐在家里 不是啦 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还要问我 怎么办 他就想出了一招 我们开一间公司 我们开一间公司 然后各党部买我的东西去盈利 由进种授权给这间公司 到这里就是大家知道的故事嘛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当他还把这些东西拿去干嘛 让地方去卖来赚钱 意思就是什么 我把公司跟政党的钱分开之后 他觉得他很聪明 专天他没人想不到 只有我科文做想不到 然后所有的这个要来跟我 你们现在是来跟我要钱嘛 那我跟你讲 我送小物给你们 你们如果卖得掉的话 你就拿去用 然后以后都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 所以他在选钱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框架固定好了 而且一直到选举结束那天 他都觉得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可是这个就叫做 洗钱啊 洗钱 然后他就是经营了一个党赢事业 这经营党赢事业就叫做违法 他这么聪明 想出一个违法的方式 我跟你讲 如果一切都做正常账的话 他是可能是凹得过的 因为木可公司 虽然李文中跟李文娟是跟他认识的 但他毕竟是做了一个防火墙 他不是直接的嘛 也就是说李文娟他是有捲款落跑的风险 这不能说不存在 所以这个地方还可以拗 这律师上去还可以延迟编户一下 因为他的确是独立的这个运作公司嘛 你除非柯文哲有家人在里面认董事 之前延宽105号码头 就是因为他弟弟在里面当董事 才整个你有沒有用公权力那个兜起来嘛 他没有 所以他可能拗得过 可是问题又出在哪里 出在端木正做账时间太短 所以就乱做了嘛 那乱做之后 木可公司就被拉出来 发现 怎么进总给他4000多万 这个过程里面 你知道柯文哲可能会怎么处理吗 大家开会嘛 木可公司怎么办 柯文哲的个性一定是 就这样子占一个三七步 然后不是啊 选前不是都讲过了吗 木可跟进总的关系 现场哪一个人不知道 他的主要干部一定知道 地方中央党部主委一定知道嘛 知道就去处理啊 还问我干嘛 知道就去处理 他们就去处理了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 他们大家想的不一样 所以处理错方向了 就是他们各自以为说 哦 这边要这样子解释 那边要这样子解释 那边其实是怎么样 所以就开始乱讲 就是我们现在接受到这种 讯号有杂讯的原因 吴一轩出来说 授权费叫做行政费 然后有些人说出来 绝对没有肖像权 就每个人都出来乱讲嘛 你知道柯文哲坐在家里 所以到昨天啊 他们的开会 都还有人在讲 昨天他们开会 其实我们外界关心的是 金华城已经抓了 深压了两个人 然后接下来要办什么事情了 然后所以柯文哲 你要怎么应对 有没有人要抢党主席 那有一说是 柯文哲坐下来的时候 先问大家 那现在政治现金怎么办 有一说是说 他还在 他还在Lag 还在三个月前 那个时候 那个四叉猫刚爆料的时候 问他 问他那个政治现金 该怎么办 所以他真的是树懒 他金华城的严重性怎么样 不知道 但我可以跟你保证的 就是柯文哲到今天都觉得 他开木可公司 是绝顶聪明 而绝对不是洗钱 只是你们以前笨 赖清德笨 侯友宜笨 蔡英文笨 你们都没有人聪明 苗博雅笨 陈柏伟笨 我们都笨蛋 你们怎么没有想到 开一间公司来洗自己人头 我一五千 而且他的肖像权 我跟你讲他接下来怎么 除了那个脸还有那个KP 然后还有那个衣服 还有那个手表 他每一个logo全部都要授权费 就是靳总如果要做商品 全部都要跟木可公司授权 然后木可公司来要跟我授权 跟柯文哲本人授权 所以就一笔一笔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最后跟苗苗分享 因为我们两个算是网路比较有 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网路上 是比较有影响力跟声量的 我们当时的做法叫open source 你如果愿意划我做我的小物 不管是帮我做话 帮我设计商品干嘛的 我们都ok open source 因为对我来讲 你们愿意做已经是帮我宣传了 对啊 没有理由你帮我做 我还要跟你要钱的啦 你到底是在选举还是在赚钱 而且所有的候选人都是把自己的肖像 给进种无偿使用 没有在没有在这样子 我还可以说个四百万 他科匹是model明星的做法 所以这些钱都要收 每一笔都要收 这种钱只能赚一次啦 你现在出来看有没有36万票 好啦 感谢3Q啦 所以这个人的已经政治破产了啦 他恐怕不会再有政治的未来